一起學成語 呃 檸檬哥 你的新手機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是新手機啊 可是 為什麼要借你看啊 聽說你那隻手機超酷的 借我看一下嘛 它的確是很酷啦 好 就借你看一下喔 好 準備 一 二 三 一下 不是說一下嗎 也太快了 我根本沒有看清楚啊 你不要那麼小氣嘛 再借我看一下啦 要借人是可以 可是 海苔哥哥 聽說你上一次跟甜甜姐姐借了書 拖了兩個月才還 我現在手機借你 你會不會拖半年才還我啊 誒誒誒誒 我像是那種人嗎 檸檬哥哥 再借我看一下就好了啦 拜託啦 好 要借你可以 不過我們要先 約法三章 蛤 約法三章 那是什麼啊 喔 約法三章是一句成語 它的意思呢 是這樣子的喔 一 二 三 規定一共有三條 約法三章 就是指示先規定好的法則 大家要共同來遵守喔 海苔哥哥我跟你說喔 約法三章這句成語 其實是來自於秦朝的一個故事喔 喔 那 跟我想要借手機有什麼關係啊 聽完這個故事 你就知道了 在秦朝末年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英雄豪傑 其身要來反抗殘暴的秦王 而其中一位就是劉邦 劉邦對於自己的士兵 非常的嚴格要求 他要求他們呢 千萬不可以去騷擾百姓 否則會引起百姓的反感 有一天呢 他的部隊來到了秦國的首都 這時候呢 劉邦就把大家叫過來 鄭重的宣布 大家要記住 絕對不可以搶奪百姓的財產 更不可以傷害百姓 違反規定的人 一律處死 所有的士兵都嚴格的遵守規定 沒有人敢違反軍紀 也因為如此 所以秦國裡面的百姓 都非常的尊敬劉邦 也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相較之下 比起殘暴的秦王 劉邦反而是一位 受人民愛戴的好軍王喔 後來呢 劉邦也把所有的鄉先父老 都叫過來 也跟他們說 秦王殘暴沒有人道 所規定的嚴科法條 讓你們生活得很痛苦 我現在決定把那些法條 通通廢出 聽到劉邦這麼說 大家都高興地歡呼 劉邦接著說 我們現在就重新約定法條 新的法條很簡單 第一 殺人的要被處死 第二 傷害別人的要受到懲罰 第三 搶劫財物的要判刑 就只有這三條規定 百姓們就到劉邦鎖定的新法條後 都開心得不得了 非常感謝劉邦這麼仁慈的政策 也因為有了百姓的支持 劉邦才能夠成為國王喔 這句成語 約法三章 就是由這個故事而來的喔 海太哥哥 意思就是說 訂好的法則 大家就要一起共同來遵守 我知道了 所以你是說 今天如果我想要跟你借手機的話 就要先約定好遵守的事情 這樣說對嗎 沒錯 首先我們就來約法三章吧 好 第一 你不可以拍照 不拍照 第二 不可以上網玩遊戲 第三 不打電話 好 來 見你 謝謝 那這樣我借手機要幹嘛 你不是覺得他的外型很酷嗎 你看一下啊 那小朋友 你們一定也學會 約法三章 這句成語的都不對啊 下次再跟著我們一起學成語 拜拜 海太哥哥 拜拜 拜拜